妾姐贤缓报恩 妾姐贤缓报恩 这个是相传在东汉杨宝 杨宝九岁的时候 他到华阴山的山北 看见一只房雀 被那个吃消 吃消就是猫头鹰所追逐 就掉在树下 杨宝就把这个黄契抱起来以后带回家 而且把他放在这个毛巾箱中给他喂黄花 经过百余天以后 这个黄契就以毛长成了 来挥走 当天晚上有一个黄契童子 自称是西王母的死者 以白环四枚给这一个杨宝 而且告诉他说 令君子 令君主身解百 未登三宫 未登三世 当如此环礼 这个黄契童子呢 送给他这个四枚的白环 然后告诉杨宝说 这个送给你呢 希望你的子孙都能够解百 就是能够连结至此 而且呢 能够当到三宫 而且是他四个儿子后来都当到这个高官 显露 这个就是切解显缓报恩 因为就是我们连结的 先看 我们先看 好 好 刘伤 merchants